在寄出管制措施 从24号开始 台北市连饮料都不给大家坐下来喝 避免造成飞沫传染 柯文哲下禁令 因为北市快筛站阳性率 爬升到8.5% 疫情止不住 也让他决定在万华以外的 11个行政区广设快筛站 强调广设快筛站后 中央公布的确诊数 将不再跟不上真实进度 只是柯文哲喊出 用快筛当作确诊数 议员梁文杰却认为 有胃阴性跟胃阳性的问题 就好像烟熨棒 常害人虚惊或空欢喜一场 在一个月前 坦白讲 当时很多人说 要在台北市普筛控制疫情 柯文哲调整战术 判打赢这场严峻的战役 TVBS新闻 陈建民丽皮台北报道 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